你好 欢迎收看想世界 我是黄慧玲 即兴演员在舞台上 每天接受观众给的挑战 整个演出就是一场 跟伙伴一起进行的冒险 而即兴剧演员的训练 其实也很适合我们拿来 在生活当中做练习 因为人生跟工作 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的即兴剧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勇气即兴剧场的专业演员 来跟我们聊聊 那些即兴剧教我们的事 思维你好 哈喽 惠玲大家好 团长 孝贤你好 嗨 惠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孝贤其实你们的 勇气即兴剧场 是台湾第一个专业的即兴剧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当初你是怎么去碰到 即兴剧这件事 我听说好像也是一个 还蛮即兴的意外 是 完全是一个意外 就是我当初是在美国念 我的剧场管理的艺术硕士 然后这个第三年 最后一年要去实习 然后我就是搬到旧金山的一个剧团 做我的实习工作 旧金山 没错 你是故意选的吗 不是 就是很 就是申请了很多的实习的机会 在美国实习其实是很竞争的 是 是 我也晓得 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一个 就是这个工作机会 然后搬到旧金山 然后刚好在那个剧团 实习生呢 可以参加那个剧团的 就是开的各种的戏剧课程 是可以免费的 那我就是在某一个 就是周末的午后这样子 没什么事情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 免费可以参加的这个工作坊 就是叫Improv Comedy 那我就是觉得 这个东西Improv 是什么东西 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过 我自己也觉得 我是在台湾也看过很多的演出 我是戏剧系 没有看过这种类型 对 都没有听过 就是本着这个好奇 但又有一点点害怕 因为虽然那时候在美国 已经可以就是 就是用英文交谈都没有问题 但是想说要用英文 去上一个表演的课程 还是很害怕 所以我就去试试看 就去上了一下 Improv Comedy翻成中文是 就是极性喜剧 对 然后去参加了 那一个下午之后 其实回想 我很多时候不太知道 自己在干嘛这样 但是只留下一个感觉 好玩 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玩 是 对 然后本着这个好奇呢 我就是在去找了 旧金山那边 就是看有没有其他 就是极性剧的一些 就是团体 就是找到了一个 后来变成我觉得是我的 极性剧的母校 Bats Improv 他们就是旧金山地区 就是最有规模 最有历史的一个极性剧团 然后呢 就是去那边再上了更多的工作坊 然后看更多的演出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想说 以后要就是把极性剧怎么样 真的是觉得太好奇 太好玩了 然后说实在那时候 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 就是那个课程是每个礼拜的嘛 每一次要去的那个路途中 都很想要落跑 为什么 就是很害怕 考验很大 对 就是除了刚刚说的 那个语言的挑战之外 你要用英文去上一个表演的课程 而且你要即兴 对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恐惧 你会想说 同学会觉得你英文讲的听不懂 很烦 或者说你站上去之后 每一次几乎做的一些练习 老师都是请大家轮流上台 去做那个练习 然后每次常常都等到那个最后 然后希望说时间怎么还不赶快到 希望那个课程就已经时间到 就可以不用上去 就是每一次都非常害怕 但是我从来没有缺过一堂课 这种很奇怪的感觉 是 又害怕 但又被他吸引着 是 所以我知道其实 孝贤后来学完了之后 回来台湾开了 勇气即兴剧场 不只是有演出 像思维其实每一个礼拜 都会在舞台上跟大家共度 非常愉快的即兴演出时光 我们之前其实也请思维跟韦翔 在节目里面好好的戏范过 但是我晓得你们其实 平常也开工作坊 对 然後国外也有很多 即兴剧的大师 也把即兴剧的一些技巧 用到了企业里面 通常会是哪一些企业 然后他们要训练哪一种员工 或是说希望员工培养 怎么样的特质 所以他们会需要来上即兴剧的课呢 就是一开始是从一些创意产业 像是动画公司 然后渐渐的后来一些科技公司 因为科技公司是最需要追逐这日新月异的这个世界上的整个科技的变化这样 所以他们的创新的能力 创新 对 非常重要 那即兴剧就是一群人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创造一些东西 并且要合作在一起 然后渐渐的从这些创意产业啊 科技公司 现在据我所知 各种你想得到的产业的企业 就是像是即便是律师事务所啊 医学院里面的学生啊 会计师啊 这些我们以前会觉得很硬邦邦 然后很理性的一些行业 他们也开始看到即兴的训练对他们的需求 就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医生来讲好了 就是其实对于医生来说 他们虽然需要很理性的有很多知识 正确的知识 但是其实他们每天必须要遇到的是各种 不一样可能会就是变化的个案 所以他们必须要用他们本来的这些理性的知识 在遇到不一样的个案的时候 他要能够应变 然后有时候他遇 其实他们会遇见的对象是非常情绪化的 他们也要知道怎么用即兴的技巧去对待一个人 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绪的人 对所以也是理性跟感性的平衡 好我们先跳到最后面的结果 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都要很想要知道 所以我上这堂课 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改变吗 或是对我的观念会有什么改变吗 对我人生有什么启发呢 我们先请思维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 在即兴之前跟即兴之后 你觉得你有什么改变吗 在即兴之前我真的就是会像我的名字一样撕在尾前面 就是会想很多的人 然后这些越想越多 可是又没有任何实质的发生 可能真的会让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不可以的 想太多 想太多了 你以前是一个想太多的人 而且因为也没有具体的事实去证明我到底可不可以 所以我倾向于负面的想法 会觉得自己是不可以 可是当我认识即兴剧之后 即兴剧鼓励我先行动 那有时候当你一直在行动 跟你的伙伴不断不在当下之后 你再回头看 因为你已经走了一段时间 你都在行动里面 你是会去看到那些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即兴剧里面这个概念 带给我的好处 先行动 并且在行动当中获得伙伴的支援 也许你就是真的可以达到 孝贤 我觉得你的人生 因为即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 是啊 就是我小时候会想到自己的画面 也很多时候我是在很多选择之中 犹豫不决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会被定义成 那个反应慢 我觉得反应慢也代表了 我可能在在选择 在在害怕 在犹豫这样 或者其实只是你很想要 把每一个选择想清楚 对对对 或者是说希望去去做的时候 是可以是做好的 或做完美的 在遇到直兴剧之后就是 缩短了非常多这个反应的时间 以及很多事情真的就是 根本没有想说要把它做好 只能有一点点想法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我在做那件事情 我就迫不及待已经在做那件事情 我们有一个就是国际集兴剧友人 这样子 他真的就是像刚刚这个例子一样 小时候专门做各种噩梦 噩梦里面有各种的野兽 怪兽 然后他爸爸做的事情是呢 请他把它画下来 后来这些就是画下来的过程 有让他渐渐不害怕那些野兽 而这画画这件事后来变成他的专长 知道孝贤翻译了一本书 就是在讲即兴剧 如何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第一课很有趣 叫做Say Yes 没错 Say Yes 好 害我昨天往上去把那个 恰克于飞娘那首歌拿出来听一听 Say Yes 好 其实Say Yes是什么意思 就是请你多Say Yes 就是不是只能Say Yes 而是多说Yes 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很本能的 因为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安全 可以就是在一个自己觉得的舒适圈里面 我们常常会面对可能的挑战 第一个反应是不要 就是是拒绝的 对 那Say Yes就是让我们练习 其实你多说一些Yes 其实你并不会真的就粉身碎骨 还是会让自己冒很大的风险 然后就是练习多说Yes之后 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的可能性 其实很多 有时候我们是因为恐惧 想说是因为做不到 所以去说No这样 对 那你如果先说Yes之后 你去做那件事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发现你其实是可以的 我觉得讲到这里来 越来越觉得 所以这跟即兴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真的是从即兴剧的 演出的基本逻辑里面去开始演绎 出来的对不对 Yes意思是我接纳 接受想法 接受这个想法 And是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 再堆一点一点什么东西 然后我再堆叠 然后被我接受 我再加上一点 我再接受再加上去 我也要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是对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 我们就一起创造一点什么 这样子 所以你们通常会做什么练习呢 有一个小小的练习 就是像是我们练习 一起即兴一个故事 但是用一次一个人 只说一个字的方式 单字接龙 单字接龙 好 好 从前 从前 有 一个 新 娘 她 在 沙发 上 睡着了 因为 她 想 要 去 妈 的 梦 中 跟她 说 我 即 将 要 出 假 了 你 不要 担 心 我 很棒 所以其实那个新娘 这个角色 其实是从一个人的 出发 不一定你讲心 她就要接娘 但是就是 接受了对方讲的 那个字 自己再往下面去发展 你刚才是讲心什么 我没有任何 我只是丢出一个 因 所以 有可能 有可能伙伴 在丢出一个点子的时候 我是有具体的 想要是心什么 可是也可能 我完全没有任何想法 所以刚刚的过程是 我觉得我很被接受 然后当我的伙伴 再回来的时候 那我就也赶快再接受 再加上一点什么 对 昨天晚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她讲了一个例子 很有趣 她就说 yes 就是你 也许你要试着去接纳 别人的意见 或是梦想 然后讲了一个妈妈 她说 小朋友晚上不睡觉 因为小朋友说 我的被子里面 有一个可怕的东西 衣橱里面也有 通常台湾的妈妈 可能就说 哎呀你不要想太多 我陪你睡觉 不然就是 你把灯关掉 眼睛闭起来 你就不知道 没有这回事 基本上是否认 并且不要让你 胡思乱想 对 可是如果在 即兴剧的 应用里面 这个妈妈 可能就会不一样 对不对 是啊 就是 最好是yes 她 在这书里面 她就是 举的很棒的例子 就是这个妈妈 就是说 真的 你有这样子的 一个怪物 来我跟你一起去 就是打败她 然后他们就是一起 就是比如说 我先拿出一个 一把剑来 我们先戳她 然后哇 她反攻了 那我们再怎么闪躲 就是一起去 玩这个过程 其实很有可能 在稍微玩了一下之后 小朋友他就 放松了 然后可能也累了 等一下就睡 之类的 对 小朋友不管 她是恐惧 或是她的想象力 她都是被她妈妈 接纳的 对 接纳了之后 也许就会有 不一样的 情况出来 对啊 就是在 在即兴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 理想状况就是 其实 我丢出一点点 我的 就算是平凡的点子 或者说我的狂想 是 然后呢 被接受是最重要 被接受之后 像刚刚伙伴接过去 又end回来之后 我也 去接她的 这个点子 跟狂想 或者说她一个 及时 还没想清楚的 一个点子 丢回来 但是我把她 好好的 yes过来 这个过程是会 让我们两个 都看起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对 所以其实真的是 有一个人 靠了那个 幻想中的 小野兽 赚大钱 这真的不是唬烂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有一个 就是国际 极其兴趣 有人 这样子 她真的就是像刚刚这个例子一样 小时候专门做各种噩梦 噩梦里面有各种的野兽 怪兽 然后她爸爸做的事情是呢 请她把她画下来 然后每一只怪兽画下来 还取名字 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然后她 她后来长大以后分享的经验 就是后来这些 就是画下来的过程 有让她渐渐不害怕那些野兽 而这画画这件事 后来变成她的专长 甚至她后来 还用画各种野兽这件事情 去做了很多T恤 开画展 甚至把她画在墙上 画在小小的骨牌上面 去做艺术教育 或是做企业训练 这变成她的专业 我常常都觉得 我面对一群 可能平常是一些上班族的人 但是我们就在一个周间的晚上 我跟他们一起 在那个排练场 那个工作坊里面 又创造了好多故事 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 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对啊 做这些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些要领 是最被学员印象深刻 或是很难克服的吗 有没有 很难克服 就是我想是赞颂失败 赞颂失败 对 赞颂失败这个概念 是我们通常在极杏剧工作坊的一开始 跟Yes and一样都是一个最基础 然后会就是最先介绍给学员的 那我发现在台湾 因为我们在台湾已经推广极杏剧 就是超过十年了这样 很多对学员来讲 就是他们第一个最强烈的感觉 就是赞颂失败 对我好有感觉 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 失败是可以赞颂的 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到大 都被就是交要去追求成功 当然啊 那个空格里面一定要填正确答案 对正确答案 如果有一点点模糊空间 要去跟老师争取一下 这个分数为什么不能给我满分 没错没错 就是正确嘛 正确是很重要的 而且甚至成功跟胜利 才是值得欢呼赞颂 是 对那我们我们在工作坊里面 我们是会做这个练习 是一般学员一开始 会觉得很奇怪 对 就是我们会教他们 赞颂失败 我们会请他们做一个 就是很容易会失败的一个练习 这样子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练习 都会蛮容易失败 你要用很短的时间 对 你会教他做什么 做什么呢 例如 例如我邀请惠玲跟我一起 好 惠玲 请惠玲跟你一起 就是我们现在来数 一二三的循环 我们我们就用默契 有一个人先开始 然后就一二三 一二三 不断地数下去 好 好 我们来试试看 一二三四 耶 好容易就是 其实我应该要讲一 对对对对 完了我失败 很好耶 为什么你们是这样反应 就是 你们是赢了我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刚刚在为你赞颂 为你赞颂 因为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而且我觉得更值得是 你没有先想好要 你觉得应该要讲一 而是你你先反应了 先行动这件事情 真的在极性剧里面 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宁可你在行动当中 错误 对也不要就是停在那边 如果我们停在那边 想要做好准备 这是计划 这可能是我们从小就已经够擅长 对 可是现在我们要的是我们多极性 所以刚刚你做非常好 是你先噴出来了 对我们就是就像我刚刚说 我们就是常常做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让他们必须要很及时反应 然后我们很自然 在这样状况下会会出错 然后我们就请他们在这个 这个瞬间要像我们刚刚讲 高举双手 然后就是为这个这个瞬间 就是环呼 为这个发生 而且特别是刚刚说 你是错在节奏上 我常常都是告诉学生说 就错可以多错一点 而且要错在节奏上 就是错在节奏上 代表你真的就是及时反应 但你反应不过来 这代表这很好 这是我们要的 是 好 我们这段真的完全没有 那个read go 就是忽然思维就说 来玩个一二三游戏 我刚刚心里还想说 一二三游戏 我一系有什么好难的 竟然就要玩这个 好 就死了 对 可是在舞台上演出 通常我们会期待一个演出 是不会出错的 任何点都要点在cue点上面 台词或者是走位 等等的 可是你们如何在即兴的演出上面会 别害怕出错 前提是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任何一场即兴剧的演出 我们都想要尽力把它做好 但是想象要有一个完美无缺的即兴剧的演出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是没有剧本 以这个前提呢 我们站上舞台之后 常常对我们来说最理想的状况是那些很自然的出错的状况 其实有时候变成每一场的亮点 最精彩 并且是观众最享受的一个那些瞬间 但是很残酷的是那又是计划不来 是 你不能故意出错 没错 就是观众会 如果我看到了一个错误 可是演员又把他做得很好的时候 会非常的抱以热烈的掌声 是 就像最近我们有个形式叫做超级导演 然后里面有一个其中一个风格是穷瑶风格 那当时就是当时我是那条线的女主角 然后我们的即兴导演的超级导演 他刚好cue了 就是我跟男女男主角相遇的时候 他正在修东西 我正在下面 然后男主角的东西会意外掉下来 让女主角接到 所以全场也都听到了 可是在他讲这个时候 导演给这样的指示 给这样的指示 但是在他讲完那一刻 那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我们是男女主角同时接到了 所以原来一个东西 怎么会被两个人都接到 所以我们马上去用上他 就是我们去定义 就是我是接到了榔头的饼 然后你是接到了榔头的锤头 然后接着他下来 我就说这锤头遮伤了你的手 我帮你 我帮你把血清干净 然后我们就相爱了 真的非常的穷瑶 对 但是那个瞬间是 你是无法计划 是 我们只知道说 穷瑶一定会有谈恋爱 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瞬间 男女主角会有那个相爱的 那个火花 就是其实是非常有机的 在那一瞬间在舞台上才发生 而且本来我们以为是一个错误 但是我们用上了这个意外的发生 把他变成一个是一个 就是一个人的脑袋可能想不出来的 对 所以其实如果错误 你只是去弥补他 可能就只是弥补 但是你还用上了他 就层次就会更高一点 没错没错 弥补的话就代表他真的是一个错误 但是在极星野舞台上的最高境界 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没有什么 眼中没有错误 只有这是一个我没想到的可能性 那我们来用它 而且用上它它就变成礼物了 好 极星剧看起来对孝贤跟思维来说 都还蛮重要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谈一谈 极星剧对你们的人生 或是对你们来说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意义就是 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些对我个人来讲 我现在每一天每个礼拜 这样做的这些工作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幸福 就是我们一直在创作 我们每一次排练都在创作 很多的故事 然后每一场演出 我们都跟观众一起 只有那一场的观众 就是一起去做我们那一场 独一无二的创作 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 就是以前的观念里面 好像觉得是要 某些人才可以做得到 而且要花很多的时间 很困难才可以做到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 把创作变成是很 怎么讲 就是我们允许自己去做 然后让它是 就是很轻易可以 就是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也非常认真的去 进行这个创作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创作变成 这么让人可以亲近的事情 是我觉得极兴剧非常迷人的地方 然后观众坐进来 他会跟我们一起创作 我们会从他们建议开始 那学员来参加工作坊 我常常都觉得我面对一群 可能平常是一些上班族的人 但是我们就在一个周间的晚上 我跟他们一起在那个排练场 那个工作坊里面 又创造好多故事 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 太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啊 就是这跟有剧本的戏剧 很不一样 但是就是我们确实 都还是在创造戏剧 在说故事 思维呢 好 我觉得极兴剧对我来讲 就像那个字 就是present 就是这个字 他同时是礼物 也是当下的意思 我觉得他是 所有一切发生的可能 就是让我练习 我可以不只是计划 而是当 因为计划 他还是是一个停滞的状况 他得要去运行 他才会是发生 那极兴剧帮助我在执行计划 或是在那些 没有计划的片刻 我还可以持续的在当下 我觉得是真正的 连续性的活着 对 所以就是真的 让我脚落了地 以前我比较是在天空 飘来飘去的人 想来想去 我觉得极兴剧 非常非常适合 在一个团队里面 让大家彼此照顾 然后注意力 放在你的伙伴身上 并且接受他此刻 告诉你的话 然后协助他把事情完成 然后一起去把 也许过去有一些错误 或者是工作上面的困难 一起达成 我觉得这件事还蛮美的 是 真的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勇气即兴剧场的团长 还有专业的演员 来跟我们分享即兴剧 谢谢 谢谢惠玲 谢谢惠玲 我愛你